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为你们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房地产经纪鲍伯胡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向您为好 今天是2023年3月18号 星期六奴隶2月27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加拿大毕业供钱演戚 蒙特利尔公寓三人死亡 安一省拨款聘请护理员 加拿大通货膨胀环节 都汉文警方代步嫌疑人 马斯克开搞房地产 未来几周将是风塘江天气 新冠来源新说法 下面向您汇报一下今天的具体内容 加拿大毕业供签演戚 加拿大移民部长 17日上午11点半 宣誉毕业供签演戚新政策 那些毕业供签即将到期的人 将可以在4月6日 获得最多18个月的开放式供签演戚 移民部长在多伦多西部的 汉坡高德州号表讲 任何毕业供签在今年到期的人 都可以获得最多18个月的 开放式供签演戚 对于那些供签在2022年到期 更在过去已经申请了 开放式供签演戚的人 也可以适应该政策再次演戚 从4月6日开始 申请者可以在移民局的官网上 申请毕业供签演戚 申请演戚的人将收到一封电的邮件 其中包含临时供签授权 他们可以一次向部署证明 更继续在加拿大合法工作 那些在加拿大供签已经过期的人 也可以同时申请恢复他们的身份 即使他们的身份过期的时间 已经超出了未定的跨限期 这意味着 这些人最早可以以4月6日恢复身份 同时获得临时开放式供签 有才能和有技能的毕业生 在解决加拿大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上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那些供签即将到期的毕业生 已经很好的冻入了加拿大的劳动力市场 额外的工作续合 将允许不过条件的申请人 继续为加拿大做出贡献 同时获得宝贵的工作经验 认为申请营救遗留权做好准备 蒙特利尔公寓三人死亡 蒙特利尔东区一间公寓内发生三人在屋内死亡 警方到现场证实 三人有锐气刺死 一名嫌犯被捕 警方认为死因可疑 警方发言人表示 17日上午约9时20分 接到911球9店 警方接报到蒙特利尔埃格 发现现场三具尸体 实际上似乎有尖锐物体造成的伤害 安省拨款聘护理员 安省长期护理厅长表示 将于下一天的年度拨款12.5亿元 用于招聘养老院员工 安省承诺 会确保长期护理居民平均每日4小时的直接护理 至2025年3月31日 资金将用于批请及留住2.7万多名注册护士 登记护士及个别志愿人员 长期护理厅长表示 进行更多的员工 可以让居民在舒适的长期护理院中获得所需护理 个人职业护理包括帮助用餐洗脑好穿衣 及帮助搬家及提供要务 正部表示 安省在2021年到2022年度 实现了3小时护理的中期目标 仍然未能断定今年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 加拿大通货膨胀环节 根据加拿大洋行的数据 通货膨胀率正在回落 这位政府提供了 环节价格上涨压力的机会 一些人仍然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措施 来帮助那些价格上涨而困窘的人 去年夏天打到控制以来 对着全球通账压力的缓解 和高利率对经济的压力 加拿大通账力一直在稳步下降 安拿大洋行一直专注于将通账力回到边的目标 并且极尽的假期 开始通过迫使个人和企业缩减支出 来减缓经济 随着经济方法 经济学家担心联邦政府过度 或无针对性的促使 可能会是洋行的努力效果 并迫使其进一步提高率率 然而政府面临的挑战 是如何帮助那些在物价上涨而受到影响的人 一些团体和众家呼吁政府采取措施 例如提高最低工资 提供额外的社会救助金和住房补贴 以帮助那些收入降低的人 政府很可能需要考虑实施一些措施 以帮助企业应对物价上涨的影响 以避免裁员和关闭 一些行业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例如餐饮业和零售业 财政部长多次表示 这对于财政紧缩 并确保联邦政府 不会让加拿大洋行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但自由党也面临来自西民众党的压力 要求其继续会受通胀打击最严重的低收入人提供支持 相当大洋行的支持 持续强劲的工资增长 将使通胀回到2%的目标变得困难 在西民发布会上 总理多众多 没有就是否会延长退税期限发表评论 但表示预算将包括负担能力措施 杜汉姆警方逮捕行业人 杜汉姆地区警方说 他们在一个围棋树州的行动中逮捕了221人 并提出了757项指 该项目是在围捕于未执行逮捕令而被通缉的人 在整个长达7周时间的行动中 警方执行了434份搜捕令 这些逮捕涉及在杜汉姆地区发生的涉嫌犯罪行动 包括未能暗示住庭或者其他更严重的指 就是性侵犯和严重伤害 该行动在今年1月至3月期间 警方在岸上南部各地寻找和逮捕嫌疑人 在一个案件中 警方说 坦威追踪到了一个性侵犯嫌疑人 打在被指控的罪行发生后更改了自己的名字 马斯克开搞房地产 特斯拉执行官埃隆·马斯克 已经在德州外套建设房屋 已经准备以较低的租金控运务室 居付埃隆·马斯克加州的郊区 正在兴建一个乌特邦 这个城市已经开始规划和普世公共 显眼的是运动中心 能看出这里有一片毛球 一座体育馆和健身房 从这个大型综合运动中心外 本间的汉塚总共建设110间住宅 两间仓口 一个高尔夫特邦电机场 根据当地政府的土地记录 过去三年中 与马斯克公司或高管有关联的尸体 在当地购买了超过350000多的土地 马斯克四番投资房地产 一切绝被一时兴起 马斯克在2022年时 为清零当地政府办公室 提出社区开发机会 也在强调 该方案必须快速进行 未来几周将是崩庞江天 随着春天将在周一下午 5时24分正式到来 加拿大的春天将是不情愿的 缓慢的到来的 每天都会变得稍微暖和一些 但寒冷仍然可能到来 在多人多的春天第一天之后 仍然有大约10%的年降血量 所以不要收起你的血产 耐心才是最重要的 三日会带来了更冷的天气 而且有可能在北一月 余下的时间将会持续恒险起 在未来几天或几周内 看到的僵尸移动 崩堂江天气 白天融化 晚上结军 这实际上对我们更好 不希望从冬天直接到向天 因为那会产生各种发肥和过敏 以及洪水和泥液 新冠来源 新说法 有国际专家的研究发现 新冠病毒源头 可能是来自于武汉 华南海鲜批发市场 可以是交易的野生动物 和并非说传的 从实验室流出 有国际医学专家 在日前表示 相关药本 于2022年初 从武汉 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表面 才起 市场在2010年底 发现了首例 人类新冠病毒 从当地一个 野生动物贸易的摊位上 募集到了一些 新鲜病毒药本 当中含有荷的基因 这有可能表明 动物可能已经感染病毒 特与加拿大的幻型 长得非常像 4位组织新冠机制负责人士 该和一起 没有在任何动物体内发现 该病毒 也没有发现任何 确责的症迹 表明动物感染了人类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台诺塞在表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科学家 最近将基因序列上传到 世界上最大的 公共病毒数据库 这些数据并不能为大陆 像是如何开始的 提供明确的答案 但每一项数据都可能 可以让我们更接近 汇率和天气预报 3月18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兑款500元人民币 明天3月19号的天气预报 沃泰华 零下7度到零下4度 少云 多人多 零下1度到1度 多云 温哥华 7度到14度 多云 魁贝克 零下9度到零下2度 有雪 哈尔加里 零下7度到3度 请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忠心希望您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